细腻的服装细节 亮丽的色彩搭配 欢快的视频节奏 近日来自浙江的95后女孩王家明美 将自制的中国56个民族服饰 拍摄成视频 发布到了网站上 随即冲上了热搜 她自称传统文化的黄金矿工 在她的作品里 能够看到很多关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提及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 她表示 在国外留学时受到了很大触动 我当时选修了一门课是 中国古文学诗词 然后也有《红楼梦》相关的这么一个课 当时很多同学他们考的 甚至外国同学考的比我好 他们有时候问出来的问题 我都回答不出来 我当时就觉得 那可能外国有人 对我们这些中国传统文化 他们是有探究的心的 他们这些文化是可以走出去的 所以接下来想要走自媒体这条路 让更多人对这个感染进去 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怀着这样的想法 回国之后 王家明美在网站上注册了账号 取名《造下中野堂》 并开始了自己的视频创作 出于对汉服的喜爱 她想到了介绍各民族传统服饰 和传播民族文化的主意 然而一些传统制作记忆的流失 以及可考材料的匮乏 使她陷入了创作的窘境 原本计划一个月的制作周期 王家明美却做了整整两年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咱们的贺者组 他们的衣服的面料都是用鱼皮做的 这个工艺在全国是罕见的 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所以在了解到这个面料之后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 想要去寻找到这个工艺 首先是去寻找有没有成品卖 然后可能是去看 有没有能够联系到非遗的老师 但是实在是太少了 然后我也没有相关的渠道 所以当时妥协了 选择了一个坊的面料 然后在这个视频之后 我通过了这个视频 寻找到了那个非遗的老师 所以我之后会去黑龙江 拜访非遗的老师 学习这个工艺的制作 这个就是我做视频很大的满足 每拍摄制作一期视频 时间精力的花费 以及人力物力的支出 都比预想中更多 大多数时候 王家明美都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镜头前的中野堂 偶尔也会承接一些广告 尽可能维持收制的平衡 面对内容流量化的时代 是选择坚守品质 还是追求流量 王家明美有着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就劝我说 你趁这个时候 你赶快每个民族发一个 发一个 所以我就觉得不行 那我要求质量 我宁愿说一两年后 我再发一个修正版视频 一两年后早就忘了这个视频了 那我无所谓 因为我是一个小众 去up主的代表 所以你可能要在求流量 观看跟你 做你的内容之间 真的要寻找一个平衡 你要传达的知识点 你都是要在那里的 那你往上套任何热点的壳子也好 你的本质在那里 所以这是我现在 这个阶段我认为的东西 那我还是觉得 要保持你自己原有的东西在 如今的王家明美 有着近20万的粉丝 发布视频的观看量 经常能突破五位数 聚会时 王家明美有时会被朋友们 喊作网红 对于这一称呼 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不排斥这个词汇 我觉得我还没有红 对 不过 就是提到网红 就是觉得是一个 有一点带贬异的词汇 我其实觉得不是 我认为之前很多网红 之所以是贬异的 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 不断地去追踪流量 或者说有很多负面新闻爆出 那现在有更多的 更有内涵的人 或者说更追求自己 形象的人 去跟网红的这个群体相重叠的话 我觉得网红的这些形象 会慢慢变得越来越中性 它就是一个执意 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中华儿女多其智 不爱网红 爱矿工 无论是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 黄金矿工 王家明美 还是镜头前古灵精怪的 网红中野堂 红阳文化的初心未变 传承创新的活力不息 中华尚有丰富的文化宝藏 等着更多的年轻人们 探索和发掘 我现在作为一个矿工吧 我就感觉 咱们这个宝库吧 我就挖了浅浅的一层 我最快乐的事情是 身边有了很多 一个一个加入我的矿工团队们 并且咱们这些矿工团队们 把这些黄金手捧了出来 让更多的人发现了 把他捧到了世界的 那个观众的人的面前 这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